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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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杰率子前来给您助手 请 三七王李承夜亲自过来打招呼 他跟敌人姐妹什么说的 同殿成臣老见面 说了几句客气话 但跟熊杰很少见面 虽然那锅儿差点特多 但是人家来给你助手来了 这日就不管这职务高低了 三七王李承夜满面陪笑 欢迎欢迎啊 总兵大人来到我府 我感到脸上贴金了 王家在上 我给王家磕头 给您助手来了 祝王爷福入东海 长流水寿比南山 不老松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 请起请起 害怕乖 快给王爷磕头 往后全靠王爷提前 人家天文天武都会说话 王爷吉祥 王爷千秋给您助手来了 往后会王爷您多多提拔 好好没说的没说的 唯独这老三更更脖子 天庆不乐意 王爷 你家熊天庆这胳膊跟铁棍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熊天庆 熊天庆 是天庆 好样的 我说总兵大人 你这三儿子够个材料 如果你回湖关 把他给我留下 在本王身旁 我好好栽培栽培他 不出三年 就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多谢王家千岁 老三还不谢过王爷 他跌在这压迫着 他只好一笑点点头 谢王爷 谢王爷 这时候那个丑鬼何尝 晃得大脑袋过来了 别的 这谁呀 也给海尔我介绍介绍 来 正好 过来 这是胡官的总兵官 你是玉门官的总兵官 你们都是总兵的 没听说过 熊杰熊总兵 我总兵官 这就是我干儿子 此次火烧九烟山 立下盖世奇功的 何昌何将军 九文大名何将军 你为朝廷可立了大功了 老朽非常感谢 没说的 此乃天意 也不能说完全归功于我 主要的 还得说我爹地 没我爹地的提携 我言有今日 这是全字 过来 天文天舞天庆 天文天舞也瞧不起他 心说这个价 长得太难看 靠近了一说话 哥儿俩一堵鼻股 心说话这位这嘴怎么臭 比茅房还臭 臭气凶人 直皱眉 但大面得过得去 唯独天庆 天庆你看他太烦腾了 请问您就是活得真军何尝 对啊 你是三公子正是 不是三公子 看你一表堂堂 大概武功不错吧 不敢当 不敢当 能耐不散力 我有什么能力 我无非是乘人之威 出其不义 攻其不背 打人家可迅雷不及掩耳 我没有真实的能力 偷鸡摸狗 大叔打个胜仗啊 叫人夸呀 人前险胜奥里多尊 仅此而已 但我 何尝一听说谁呢 你这是 冷嘲热讽 你说我呢 这脸当时就沉起来了 但又不好意思说 你要一说 人家说了 我指你名了 我指你姓了 你怎么知道我说你 你做得心虚啊 他这话没法 我心里就憋气 一会开席了 开席只是 三七王李承叶 跟何昌 挨桌给敬酒 敬来敬去敬去敬来 敬到熊市父子 这张桌上 这是元家路窄 又敬到熊天庆跟前来 何尝一看 还得给他敬酒 我说三公司来来来 我给你满上一杯 干了慈悲 多谢 我就干了慈悲 何将军 我有个要求心 请讲 我听说此次皇上有圣旨 除了登会之外 教军场还要大比武 比武还得中奖 我听说这个比武大会 是三七王主持 肯定何将军也得在场了 那是自然了 我们爷儿俩的主军 何将军 在下不才想跟你比试脚量 你敢应战吗 我 你想当众跟我比武不成 正是 敢不敢 你是镇国的将军 我是偏帮塞外 小小胡官 总兵之子 我跟您不能同日而语 我是的何将军 能耐太大 不像皇上能封你镇国的将军 我打算跟你比比武 你不能推辞吧 当然 当然了 我应战 我应战 现在你吃好喝好 比武之士们 到教军场再说 一言未定 到时候我可找你去 那好 我奉陪到底 何长一想 这小子肚气了 找我点毛病 你有什么了不起 就我何长这两下子再不行 你是个小毛孩子 开毛未退 乳秀未干 你经过什么世面 杀鸡了 我带好了喷火桶 我拿火烧你 我能烧得了九岩山 我就能烧得了你 叫难其难憋 祝贺完了 当晚回府 回到哪 回到金厅馆 到金厅馆 一人几个坐下 这天性就说 要到长安这街上溜达溜达 我听说呀 长安最大的马市 竟好马 您是知道的 我不喜爱旁的 我就喜欢战马 我打你到那块挑选匹马 要好呢 我买两匹 不好呢 买一匹 另外您是知道的 八月十五 还有五科场 大中奖 皇上高兴了 我也想到那比试比试 会会何尝 没有合适的角力 怎么能行呢 我选学马屁 不准惹祸 切记不准惹祸 多睁眼少说话 天子脚下大方之地 藏龙卧虎 年古之下 什么事都会发生 少管闲事 懂吗 我明白了 你看您这一道上 您没少了说 我耳朵都磨出老箭来了 那我也得说 去吧 天性带了四名家人 到了长安街头上马市 结果到马市上 一看大失所望 今年这马市不怎么地 没有几匹马 用眼睛一打 这都是草吧 拉车行 打仗根本不行 他就跟附近人打听 说你们知道 除了这之外 还有没有马市 卖马的地方 有那好说话 最近来了一帮 犯马的老客 您从这往前走 走到城 城根那块 一拐弯 叫顺城街 顺城街 头一家有座买卖 叫高升老店 您记住高升店 整个被那马贩子 你包下了 那个店房是最大不过 据说是远道来的马贩子 带来一百多匹好马 卖没卖咱们不清楚 福建爱马的人都知道 多谢 天早呢 去看看去 三公司领着人 时间不大 到了高升老店 跟店房掌柜的一打听 掌柜就说是啊 对对对 说的一点不假 要那么的 你能不能把马贩子 给我找出来 我见见他 可以可以可以 叫伙计去找去 在柜房等着 掌柜的一看 看人家这位 蠢丑果断 气度不凡 不用问 官宦自闭 要不本身就是当官的 带着仆人拿干小看 马屁就拴好了 让他屋里头 漆的厌茶 三公司品茶在这等着 在他那个思想 认为这个马贩子 老奸巨花 他干着了 奸商就倒地 那眼珠都会说话 那大概能有四十多岁 五十来岁 结果他想错了 结果这马贩子一进屋 他抬头这么一看 就是一愣 什么原因 那半天那马贩子 小伙长得溜光水滑 漂亮极了 细飘飘的身材 宽肩膀 细腰身 面似颜喷 没分拔彩 准头端正 一对阔木造白分明 通红的嘴唇 满嘴的白牙圆宝的耳朵 小伙长得倍儿帅倍儿帅 好得跟着两名伙计 看这岁数没自己大奶 怎么这是马贩子 是马贩的儿子吧 他心里胡思乱想着 这小伙说话是干板夺子 进了屋问掌柜的 谁要想买马 我还没问这位贵姓 你们彼此介绍介绍 熊田庆站起来 我呀 在下姓熊 双鸣熊天庆 天庆就是我 明贵姓 在下姓赵 我叫赵明 赵明 老兄请坐 坐坐 这赵明坐下之后 熊田庆就问 阁下哪里边北人 你们就以范马为生 可以这么说 足足辈辈好几代都干这个 听说你 此次带来不少的名马 能否让本公子看一看 我不怕多花钱 只要我看中你开个价 要合理的话 我绝不会驳回 真要好马 还许本公子一高兴 多给你点赏钱 是吗 多谢公子 请 请 到后院 十几个人在这扶持着马呀 到这块一看呐 熊天庆傻眼了 这都是你犯的马啊 这次就是我带来的 哎呀 这是宝马呀 一匹赛的一匹呀 相比之下 我那匹马没法跟这些马比呀 这马犯的可非比勋长 看头皮马一大眼就看着 一匹大黑马 皮之背高八尺 头之背长长二 这匹马跟大青段的一样 毛烧着闪金星 那是刀伦坡猪千的耳头 蛤蟆脸扑特眼大乖乖肠 前当宽后当宅 前当宽容人走 后当宅插不进手 高齐座大提网 宗伟烂炸 鸡肉暴叫 那是龙腾虎月一般 哪是马呀 马有三分龙形 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喜欢 就这匹 就这匹大黑马 我相忠了 本公子长得黑 爱穿黑衣服 再骑上大黑马 叫一朵乌云 朋友 这匹马 开个价 这匹马多少钱 这马呀 对不起 三公子 是我冒昧啊 您自己那么说的 您要昨天来就好了 这马已经钉出去了 钉出去了 那怎么不先走 人家说了 人家准备马鞍子去了 买马的威武林去了 在我这先寄存一天 到现在还没来呢 定钱都交了 咱怎好出手 这对不起 您再往下选 嘿 倒霉 倒霉真倒霉 我就相忠他了 还有了主 有道是君子不多人之美 我看上了 人家肯定也是看上了 算了算了我瞎跳 第四匹 太狠了 也是那黑马 牵住这手 这匹马 也不刺于头皮马 这马太漂亮 这个我买了 这个我买了 行了吧 这个多些 我说您挑这马 怎么专挑有主的 这也定出去了 啊 也定出去了 你这这 定出你在这里凑什么 就是让人空高兴 实在对不起 这么跟你说吧 这里的大部分的马 都叫你定出去了 都在这寄存 有一半没定出去 你看那挑别的 你看那匹白马 你看红马 那都没主 您不挑您非挑黑马 那黑马都定出去了 哎 哈哈 你把那白马牵住了 再看 白马合适 就您这个戳根 您这个长相 您喜欢黑的 骑白马 造白分明啊 那多好 你说的也是 把白龙鱼牵出来 三公子一看 白马是白马 跟一堆血呀 亮银马 闪银光 那真跑起了 一定有银线 银马的鼻梁 叫这一粒 一条红 毛还抿着往上去 圆着往上长 那马的马翻的还说 你看这个没 这匹宝马 叫千里一盏灯 为什么叫一盏灯 您看这红毛一粒 比别的毛都长 一跑起来 被风一碎飘起来 跟火苗差不多少 故此叫千里一盏灯 我敢保您日行一千 是夜走八百 您骑这马呢 没毛呢 好 喝完了 买了 开个价 多少钱 这玩意我真难张嘴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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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钱 你说吧 只要公平和李不出圈 本上也奔都不拉 多谢 我说三公子 我可听说了 听说您在湖关一带十分了得 您跨下马掌中一队冰铁 压油锤大便 天下没有对手 两臂一晃能有八百斤的力 听说三公子还是个正人君子 人缘极好 不要那么一句话 红粉送家人 宝剑送壮士 宝剑送壮士 就冲三公子你的为人 就冲三公子你按这么爱马 这匹白马 多少钱 白给你了 分文不要 不要钱 不要钱 对 送给你了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绝对实不得实不 这匹马是宝马 被你 是卖马的 我也撂只一二 这匹马 要真爱上了 价值万斤 我怎么能白要呢 不行 不行也得行 咱就这么办 您不要还不行 这批白龙菊牵的一盏灯 我是双手奉送白饶 送给你们 他就不要他就飞送 后来把熊田庆感动得无可无不可 这好吧 好吧 那我就溃灵了 但我有个要求 这马我不能就这么牵走 你得跟我去一趟 你到我那窗口门 我送你一点礼物行吗 你送我匹马我再送点礼 礼上网还 这不算过分吗 我跟您上哪 金厅驿馆呢 上我那 我不敢去 您那门槛太高了 我是个马贩子 一身都是味 我哪敢上什么金厅馆呢 那不配 我在那住 你是我的好跑票 你是我的客人 哪个敢小叫 来来来 马上就随我走 合适吗 那玩儿 官人不让我进 敢 我砸出他椅子来 走来来 干嘛走走 来来牵马 河 牵着马 交生朋友了 这一回的金庭管义 老头那正不放心 怕老三惹祸 让老大老二去接一接 正这时候脚步声音 三公子回来了 熊天庆 满面陪笑 爹 哥 哥 我回来了 我给你们介绍个朋友 说着话 把这白面小伙让到屋里头 你说咋不认的 这谁 谁我还没问 麻烦子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您先甭说别的 您到院里先瞧穿那匹马 做大将的都喜欢脚力 到院里一看 哎呀 宝马良居 好马 好马呀 一来啥爱不失手 一打听多少钱 三公子说人家分门没要 给了我了 世界上有这么慷慨的人 这是咱得好好卸乎卸乎人家 是啊 要不被好好卸乎卸乎 我能把他领的金庭晚宜来吗 首先咱得吃顿饭 一二四子陪着人家马饭吃顿饭 听这名多难听 马饭子 结果坐下推杯换盏这一谈吐 一二四一看什么马饭子 绝不是麻烦子 这位必有来历啊 三公子说什么也不让赵明走 让他自己那屋去了 我我判个大数啊 兄弟 我咱俩谁大谁小我还不知道 我说老弟 我有一小小的要求 不值得你答应 请讲 我看着一见面我就投缘 不是说你送我一匹马 我爱小捡便宜 我就投缘 不是 我越看越喜欢你 越看越觉着我们相见恨晚 我咋能跟你磕头怎么样 那那行啊 您是总兵官之子 我是什么呢 我是个买卖人 门第差点太悬殊了 不不不 你要那么说你是骂我祖宗 你把那个官搁到一边去 那官说个什么呢 赶不上门插官 没什么了不得的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咱就带这屋磕头拜娃子 怎么样 年轻人嘛 那这儿那个社会潮流又讲究 这儿一合适就磕头 相按准备 两个人冲背磕头 八拜结交 带屋 蹦蹦蹦蹦 磕完响头 拜娃子了 一包 俩人同岁 生日 三公子廖为大三天 为哥哥 赵明为兄弟 兄弟相成 拉着手坐下来 先帝啊 有那么句话 磕头三次入祖坟 好比同胞一母亲 咱是多头之后 往后你别犯马了 你犯什么马 你有多少马 哥哥我全包下来 你多少钱 该多少钱 属于你自己的 往后你跟我到湖关去 咱那块房子地都有 你跟哥哥我去享福 就你这漂亮小伙儿娶什么媳妇儿娶不着 咱哥俩形影不离 多谢大哥 兄弟啊 这回咱磕了头了 我无话不说呀 你们家是干嘛的 你们家就是马贩子 大哥您看我们家是干嘛的 我看不是一般家庭 当官的 对了 我们家过去也当官的 过去是辈辈都当过官 是吗 都当过什么官 你祖上都叫什么名 算算了 别提了 往事不值一提 我祖上露多大脸 当多大的官 也是祖上都过去了 到我这边不完了吗 落魄到了马贩子 裸提那些干嘛呀 好汉不提当年勇 哥 你问这事我太伤心了 我就问哥您一件事 您这次进京来干嘛来 贤弟啊 这不是全国祝贺吗 火烧九岩山 打了胜仗了 皇上高兴 普天同庆热烈祝贺 这次哥哥来 就是为了给天子 朝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